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如何自己輕鬆換皮帶 行內專業的秘技和手法 看完學識後你都可以輕鬆幫自己 或者幫人簡單快捷地換手錶皮帶 這個是香港粵粵專業手錶頻道 喜歡手錶的你記得點讚訂閱按鐘 大家就可以收到最新的手錶資訊 很多擁有皮帶錶的朋友可能都試過 錶帶帶了一段時間就開始爛了 換完裝帶就一定不便宜 不但隨時還要回原廠訂 換你一年或者幾個月 這個時候你可以便宜的買皮帶自己換也可以 以我手上這隻白色錶帶的皮帶錶為例 白色的部分其實就是尺寸 我們可以量度一量 然後就知道這個距離是多少mm 之後就可以去配錶帶 我們怎樣插錶帶呢 我們首先準備一把開錶刀 或者家裏有些水果刀也可以 用這個方法輕輕小心手 拿一把布箭 一喊 就喊得開了 非常簡單方便 然後就可以拿出那條錶帶 裡面有一支心 這支心是一支彈弓心 前後是有新縮性 我們叫做山耳 行內叫山耳 同一支心 我這裡就示範換了一條新的皮帶 插一支山耳 然後跟裡面的錶殼的孔位 很快就可以安裝一條新的錶帶 你也可以輕鬆自己換錶帶 就是這麼簡單 如果熟能生效 隨時做到閉眼都可以換得到 今集分享環節就是這支錶 這支是最新限量版的寶魯華 寶魯華錶歷史悠久 60年代更是輝煌時期 NASA上太空的任務也要帶上去 發明了音叉錶的機身 威到連太空人隊長Dave Scott 也要帶寶魯華錶上月球 成就非凡 這支是1950年代的復刻之作 當年是特別為美國的海軍精銳部隊打造 海軍手錶對防水性能要求極高 又要有夜光 又要內容 夠準確 高標準 立即開箱 看看盒子 潛水頭盔造型設計夠特別 參考1950年代的潛水圓服式 為了抵禦海底水壓的金屬頭盔造型 手錶採用幼身的16mm黑色尼龍帶 原裝的錶帶孔是方形設計 錶頭直徑40mm 手錶有很多特色位置 首先是玻璃鏡球面設計 而且是藍寶石水晶材質 堅硬而避免容易刮花 整體材質很有磨砂的感覺 由外殼金屬至黑色錶圈都非常有磨砂感 裡面的夜光字 指針 外圈的黑度 都是黃啡色的感覺 有一種復古的味道 故意設計成造舊的感覺 關燈後 啡色全部都有夜光 在錶盤的六字位 有濕度是指 方形的 左邊是啡色 右邊是白色 可以隨時檢測到 錶裡面的水份含量 如果手錶內部失去防水性 那張飾紙就會呈現藍色 那究竟濕了水 是左邊啡色部分會變藍色 還是右邊白色部分會變藍色 我就不敢試了 我猜擁有這隻錶的人 應該都不想見到 沒有這隻錶的朋友 可能都會很想見識一下 這隻錶還有一個特色之處 我也是第一次見的 手錶外圈都有鎖圈設計 要用力按下去才可以轉得到 不過不是單向式 而是兩邊都可以轉得到 相信也是符合50年代的設計 還有一個大分別 寶露華的字體標誌 都是用復古的 除了字形外 音叉符號都刻意沒有做上去 看看錶底 底蓋和錶盒做對應 凹凸的潛水頭盔浮雕 刻著有原版手錶的型號 Swiss make瑞士製造 200米防水 Prototab的1954 刻有限量的1000隻號碼 之類之類 鎖底設計較特別 看起來像是鎖底圈的設計 令整體的立體圖案位置 端正 不會像其他錶盒一樣 倒閉一邊 有船入式防水壩 採用Selector SW2001 瑞士製造的自動機芯 順便說完 這款出了瑞士機芯 限量1000隻 還有一款是同款的日本機芯 藍色帶 不是限量版 便便宜 下方會有相關的參考資料 有興趣可以WhatsApp查詢 今集就到這裏 記得點讚訂閱按鐘仔 手錶資訊免費看 下集見 下集見